好了,那你看到Vivian身后,她们玩得特别开心,那接下来V要给你们出点难题了,你要仔细观察出现的单词,并且说出她的比较急,开始,number one,slow,变比较急是,slower,对了,她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直接加er就可以了,对吗,slower,很好, thin,注意,她是什么结构,thin,腐圆腐结构,双斜尾字母,所以变成thinner,thinner,对了,strong,大声说,stronger,对了,只要用最后一个音去拼眼儿就可以了,hot,腐圆腐结构怎么变,hotter,非常好, weak,虚弱的,叫做weaker,直接加er,怎么变,告诉我什么,加,变加,对吗,变外围,爱加er,beasier,忙碌的,更忙碌的,tall,taller,高的,更高的,short,shorter,矮的,或者短的,更短的,long,longer, 叫做长的和更长的,接下来,cold,冷的,colder,更冷的,对吗,old,老的,older,更老的,young,年轻的,younger,更年轻的,非常好,beautiful,注意怎么变, 复加,是不是,more beautiful,太棒了,good,哎,good怎么变,good,batter,对了,batter,它是特殊计,bad, worse,特殊计,是吗,quick, quicker,直接加er,对不对,fat,哎,复原,复结构,双鞋,尾字母,加er,fatter,非常好,happy, 变加,变外围,爱加er,happier,nice,nicer,只加,只加一个er就够了,对不对,孩子们,好了,大家看到这儿,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小猫小老鼠图,哎,注意看,小老鼠说了一句话,I am smaller than you, 哎,小老鼠如果说I am smaller,可不可以,可以,完全没问题,对不对,但是为了凸显, 它是几者之间的比较啊,两者之间的比较,对吗,为了凸显,这是两者之间的比较,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说比谁谁谁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小老鼠也说, I am smaller than you,then的意思是我刚说了,叫什么,比,所以这个句型结构就出来了, I am smaller than you,我比你更小,那这个呢,灰太狼说, I am nicer than you,我比你更好,大象说, I am bigger than you,我比你更大, Clauen说,I am happier than you,我比你更开心,那东士说, I am more beautiful than you,我比你更美, 那我们的小女孩说,我比你考得更好, I am better than you,为了凸显两者之间的对比, 所以呢,我们要用上这个句型,什么句型呢,看, 句型找规律,刚刚Vivian也让你们看了, 首先,看第一个句子, I am smaller than you, I am nicer than you, I am bigger than you, I am happier than you, I am more beautiful than you, I am better than you, 那看到了这些句型,你能找出这个句型结构吗, 我们进入二级的学习,我们要不断的深入研究句子, 对了,不单单停留在词汇和短语层面, 那句子也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那你找找规律吧,你觉得有什么规律, 有些同学说,哦,Vivian,首先,每个句子里面啊, 我都找到了than,对,确实是, 没有than就没有比嘛,对吧, 找到了than,那说明这个句子必不可少的一个结构就是than, 对吧,than,那接着呢,还找到什么了, 哦,有些同学说,说Vivian, 那我还找到了每个句型里面必须有比较极, 那肯定是,如果没有比较极,这个句子就不成立了, 对吗,那整个句型结构就出来了, 就是I am比较极加than加其他人, 是不是,好了,那这个句型结构出来了, 那Vivian现在就难题考考你们了, 你来看, 那这样我们好好来看一看, 这个句型结构啊, 能运用在我们生活中的哪些地方, 保准让你大吃一惊,来, 看, 首先,句型结构放在这儿了, 主语对不对,前面缺个主语, 加m is on, 必动词, 是不是, 加形容词的比较低, 加than, 加比谁谁谁, 是不是, 那跟一个图为例, 看, 哎,全家打算啊, 一起去游乐园玩, 这时候呢, 小男孩特别开心, 他想说, 我呀, 比爸爸开心, 那怎么表达呢, 我比爸爸开心, 首先我是爱, 对吗, 爱填在这儿, 那你告诉我, 爱对应的必动词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am, 是不是, I am, 那形容词的比较低, 开心, 就做happy, 更开心, happier, I am happier than my dad, 我比我的爸爸要高兴, 那你看, 这个句子就出来了, I am happier than my dad, 简单了, 简单是不是, 那下面一个交给你, 来, 走, 看下一个, so, 剧情还是放在这儿了, 那图片, 这边也给你, 看这儿, 图片, 到了公园呢, 他们要买票, 这时候呢, 他说, 妈妈呀, 比我高, 你看, 妈妈比我高, 很明显, 妈妈比我高嘛, 那这个句子怎么说呢, 妈妈, mom, mom, 那对应的必动词应该是is, 对吗, mom is, 高, 更高的, taller, mom is taller than me, 妈妈比我更高, 对不对, 那看看我们的结果, mom is taller than me, 叮咕, 恭喜, 看你遭对了, 那一定要盯住了, 来, 下一个, 看, 机型, 未必还给你, 那你仔细看看这一幅图, 两个人啊, 已经玩上那个转杯子了, 那这时候呢, 小女孩说, 啊, 我呀, 转的比他快, 我的杯子比他快多了, 那我比他快, 怎么说呢, I am quite, 我们就要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quicker, 一个是faster, 对了, quick和fast都可以当快一讲, 那么这块, 你两个都可以用哈, 那我们假设用faster吧, 对吧, 我比他快, I am faster than him, 我比他快, 出来了吧, 对, 很好, 下一个, 那, 具型给你仔细研究研究这幅图, 看, 小鹿啊, 逮到了一只小虫, 然后他看着这只小虫说, 哦, 小虫子比我小, 小虫子比我小, how does it that, 来, 小虫比我小, 那小虫叫做bug, bug, 说, the bug is smaller than me, 小虫子比我小, 就出来了, 是不是, 好, 接着看下一个, 然后, 注意看, 图画, 有两匹马, 一匹马呢, 很勤快, 另外一匹马呢, 很懒惰, 那这匹马呢, 就笑话那匹懒惰的马, 他说, 他呀, 比我懒, 那懒叫做lazy, 你们都知道, 对吧, lazy, l a z y, lazy, 那么lazy是以外结尾的, 那要变成更懒, 怎么变呢, 变外围, 爱加一儿, 对吧, 所以这句话就出来了, she is lazier than me, 她比我更懒, 对吧, 好, 那继续看下一个, 注意看图, 嗯, 哦, 这同样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成语故事, 叫做盲人摸象, 盲人摸象啊, 哎, 只能什么呀, 只能了解到一个部分, 是不是, 所以他一点也不全面啊, 来讽刺那些, 只看到一点表面现象, 就定了事情的本质那些人, 所以呢, 他们都集体说, 哇, 他好强壮啊, 大象比我强壮啊, 那大象叫做the elephant, the elephant is强壮, 叫做stronger, 对了, the elephant is stronger than me, 大象比我要强壮, 要用上这个剧情, 对不对, 好, 那特别棒, 接着往下走, now, 注意看, 这副书可有意思了, 好好看看, 哇, 他非常爱这个小ladybug, 就是小瓢虫, 然后他说, 我比你大, 小瓢虫, 所以我可以保护你, 我比你大, I am大, 叫做big, big是什么结构, 辅圆辅结构, 所以我们要双鞋, 韦姿母加一儿, 对吧, I'm bigger than you, 我比你要大, 对吧, 所以答案就出来了, 那接着我们继续, 好好练练, 把这个剧子啊, 吃到心里面去啊, 来, 冬天到了, 你们觉得冬天冷不冷啊, 很冷, 那这个小女孩也做了一个, 她说冬天呀, 比夏天冷, 她是这么感觉的, 那冬天叫做winter, 夏天叫做summer, 那怎么造呢, 这个句子, winter is冷, 叫做cold, 更冷的, colder, winter is colder than summer, 答案就出来了, 是不是, 好, 接下来, 那往后看, 注意哦,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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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练习的机会多, 所以你要特别努力的看啊, 小男孩在举雅铃, 看着小狗啊, 然后他说, 我比小狗强壮, I am强壮, 叫做strong, 更强壮的, stronger, I am stronger than the dog, 我比小狗要厉害哦, ok, 看来你很棒, ok,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 嗯, 小女孩很漂亮啊, 那我想说, 小女孩啊, 比小花还美呢, 小女孩比花漂亮, 也就是她比花漂亮, 怎么说呢, she is, 能说beautiful了吗, 不行不行, 得说more beautiful than the flower, 对吧孩子, she is more beautiful than the flower, 这样才对, 是吧, 好, 那么回到这儿了, 当你看到大黑板的时候, 说明我们要总结了, 是吧, 那今天真的学了非常丰富的知识, 而且这个黑女巫他们也没到什么乱, 除了这几里咕里, 最开始跟我们挑战了一下, 好, 那今天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的智慧笔记本, 首先我要总结的是形容词, 那必须的, 那形容词变比较急, 也是你必须要会的, 对吗, now big, small, happy, sad, 全是一对一对的形容词, 这形容词我们都学过了, 把它变作比较急, 你只要按照今天我们的口诀, 直加, 直加, 双加, 变加, 副加特殊记来变就行了, 不过微信可以带读一遍, 你跟着微信来读一下吧, ok, big, big, small, happy, happy, sad, sad, beautiful, beautiful, slow, slow, quick, quick, old, old, young, young, fat, fat, thin, thin, strong, strong, weak, weak, 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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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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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hot, hot,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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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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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good, beautiful, beautiful, difficult, difficult, expansive, expansive, easy, easy, bad, bad, 那我们同时学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句型, 就是谁谁谁怎么样加形式的比较低加then, 对吗, 谁比谁怎么样, 那你可以随便拿着家里的东西或你的东西来跟妈妈比一比, 在你们吃东西的时候也可以比一比, 比如说妈妈今天给你煮了老玉米, 那你可以说my corn is bigger than yours, ok, 比你的那个要大, 好了, 那么这些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知识点, 我知道你已经非常能够熟能生巧了, 那看这儿我们的黑女巫和她的吉里咕里同样也放话说, I will be back, 我们会回来的, 我们绝对会回来的, 我相信他们会回来的, 但是今天你们就赶紧走吧, 因为接下来到了我们最最重要的时间, 什么时间呢, 什么时间, 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了, 一起读吧, 就做黑魔法解除, 那这位黑魔法解除还是那个前提, 如果你需要五到十分钟的复习时间, 那么你就暂停视频, 复习前面的知识回过来再解除, 如果在没有复习的情况下, 你零零散散的, 有做对的, 有做错的, 这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黑魔法还是没解除, 下次你遇到他的时候, 你还是会犯错, OK, 所以如果你复习好了, 开始视频, 我们来进行黑魔法解除, 那么今天的黑魔法解除非常easy, 主要讲的是什么呀, 形容词便比较急, 那你告诉我, 你应该用上什么口诀呀, 直加, 直加, 双加, 变加, 附加特殊记, 只要用这六字, 当然不是六字口诀, 应该六套口诀, 然后解决所有形式便比较急的问题, 好了, 你自己可以在你的讲义上找到相应的板块, 然后把它们写好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迎来了我们比这个板块还更期待的板块, 什么板块啊, 绘本环节, 绘本环节,